Hello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晚上都干嘛了 我这吃了饭呢 忽然有事 又和大家在这叙叙叨叨的 说些什么呢 也算是心里话吧 就是最近发生的什么事情 最主要的就是 我同事上班的时候呢 昨天 今天来上班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呢 他们去party 我们同事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但是有一个呢 年纪和我差不多 她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部门经理 人特别好 我喜欢这个女孩 因为她对所有的员工呢 都非常的好 我在那工作十几年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就她特别喜欢出去 就是喝酒 这是因为个人喜好吧 就好像喜欢disco的人 永远不会明白 阅读室 灯光的温馨 白天不懂夜的黑 是吧 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但是她发生了 一个什么大事呢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 她礼拜六过生日 她其实是礼拜二过生日 礼拜六呢 就和大家去party了 因为她礼拜天不上班 不上班 我们经理还说呢 她说你要是礼拜 你要是礼拜天上班 你就尽量不要去party 那样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所以呢 她是挺自觉的 只要是她礼拜天不上班 因为经理呢 一般都是上 轮着上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上了 下个礼拜天就不上了 所以呢 她去的时候呢 倒是倒没影响工作 但就是她被人投毒了 她跟我说了以后 我就觉得 虽然这种事情 经常听说吧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见 真的第一次见 因为我知道 我们家人都说 不管在中国也好 国外也好 你要是当了那种 风花雪月的场所 酒吧这样的场所呢 还要看好自己的财务 不管是你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我多聪明 而教育大家怎么做 而是 我也 我也有丢 丢钱包的时候 也有被偷的时候 自己忘了 对不对 所以吃一欠 长一智嘛 所以我要再上 大城市的时候 你比方说 我要上伦敦吧 我绝对不会抱 背 背这个那种呢 那种的手提包 那种女士的包包 我都 我都穿着 那种的叫 衣服 而且把这个钱包呢 贴身而放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因为被偷过 所以呢 才需要吃一欠 长一智 在酒吧这个事 我昨天听他说 哎呦 我真的觉得挺吓人的 真的挺吓人的 他 他就说被投毒了 他是这样 他去过生日吧 有一些女孩是这样 因为长得漂亮 你别看年纪不小了 他比我小 我四十几岁 刚出头 他可能是三十九 是三十八 反正也快四十了 但就是因为 长得特别的可爱 他长得挺像 英国那个明星叫 Sheryl Cole Sheryl Cole 好像又改名了 这个后来又找了一个 法国的老公 叫Sheryl什么的 反正就是那个 X-Factor 那个judge 叫Sheryl Cole 长得挺甜美的 而且人性格也好 再说又是当领导的 我就想 你要叫我这种人 我也去开个party 我怀疑 也就两个人 我最好的朋友 会参加 别人都不去 你不想你位高权重 你坐着经理的位置 你说你是生日party 那大家肯定都给你面子 就是人家都去 而且他那天晚上 他说 我一分钱都没花 这个人给我买瓶酒 那个人给我买杯酒 我说 以前也是 我们公司一个女孩 也是长得挺漂亮的 他和我说 他说 大胖兔 我们今天晚上都去party 他们每次就是发工资 或者每一个月 都至少去party一次 他说 他说我去party 我就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倒不是说我这个人 就是说 就是说心肠坏爱撒谎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 你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呢 会对谁都好 他就不会追究了 我以前就是这公司开party呢 我就好说 是我朋友40岁生日 有网友留言说 他说你每年都40还不长一岁啊 然后要是每个月 要是叫我出去的时候呢 他现在知道了 就很少叫我了 因为我老是不去 他除非我好朋友去 他说你去吧去吧 我们都去 那还是不想去 因为我礼拜六都得上班 上上八个小时 真的就特别累 回到家吃了饭 就懒得再出去了 他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哪了不想去 那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他问我 他说为啥不去 我说我没有钱 我说你看出去一次 不得回 我听他们说都是什么 花个一百多磅都很正常 你像我这么抠的人 再说我挣钱又不多 也不是这么说 你就像我去 holiday 都是all inclusive 酒水都免费 你喝任何的vodka 喝任何的 我不喝 因为我不喝这些东西 就免费的我都不喝 更何况让我自己掏钱 我有的时候 就是真想喝白开水 就是喝水 喝纯净水这种人 偶尔呢 喝个soda water 带气泡的那样的水 所以说对我这种水 在英国的酒吧 我记得是收55p 像Line Minnesota 55p 也就是五毛五吧 是不是五毛五 五块五 不到一 五块五 就相当于五块五 就是很便宜 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什么好方法 就让男孩给你买酒 那样你就不用花钱了 我想我的妈呀 我要是穿的 滑着招展的 往那男的一站人一看 算了吧 这要赔款了 找了个女大妈 这倒不是 就是我同事也有 说你去吧 你去吧 我给你买酒喝 我说我不喝酒 谢谢你 再说你要是买了 那么下 我就这样想的 你这次给我买了酒 我下一轮就得请你 那你喝的酒 有都很贵的 有的就是喝什么 Jane Anatonic 有什么double 有什么single的 那我就不划算了 你不能给我出了个55p 我下次请你 我花了个五磅五吧 我就觉得还是自己买的比较好 再一个呢 我不希望就是不认识的人给我买酒 你像我这个同事似的 他跟我说就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被人下毒了 他人家给他买了酒以后 他说我说插那个摄像头插不出来吗 他说那里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你就是叫警察 插那个摄像头 都投毒 都不知道谁给他 都不知道谁给他下的 他喝的醉醺醺的 不说 然后把那酒杯往那一放 也没有同事给他看着 同事看着 有的时候也看不过来 你比方说你去给他看着 你一回头的功夫 人家说不定就给你下了 那你说人家说不定 他以为是你下的 你要没看好 所以责任也是挺大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出去 就没想到 没想到能被人投毒他 他就摊倒在厕所里 可能是把酒杯往那一放 又去跳舞去了 那那 就在那跳跳 回来以后呢 喝了以后就觉得不大对 上了一厕所 正好和我女同事一块去的 啪唧 摊倒在地 结果没有办法 打着这个救护车 英国这个救护车 就是999 叫了999以后呢 放到了英国的这个急诊室 放到急诊室 结果给他老公打电话 他老公也在外面喝酒 也喝得醉醺醺的 哇 没有办法给他爸爸妈妈 有打的电话 让他第二天去照看自己的孩子 他有两个孩子 你说两个孩子都挺可爱的 怎么说呢 就是很不幸吧 反正你要是真是出去 真是我就觉得 得看好自己的酒水 特别是长的就是 还挺漂亮的这些女孩子 你得更 像我这样的 我不用担心啊 他可能本来想投了 一看是我 算了吧 妈 这啥之一 不是说笑话 真的 有一次吧 一个男的就是 他喜欢我们公司 那个挺漂亮的一个女的 他去给他擦玻璃 我跟你说 他年纪比我还大呢 可是人长得就好看 能讨人喜欢 我跟你说 那么擦玻璃明明是50磅 一般来说 人收了个5磅 情人节还给他买了个鲜花 还倒贴呢 别说不收钱 还倒贴呢 结果我说 那这么便宜 要是给我家这玻璃擦 能多少钱 真的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他去到我们超市以后 脑同事说 他说 这吧 就是这个中国大兔子 你问他家住在哪 然后给 我还没等着说 他一看 他说 哎呀我可吗 真的 真的 他说 哎呀 他一看是我的 他谁呀 他说 那不是中国大兔子 他看到我 哎呀 我可忙了 我最近没时间 那你没看我之前 你咋不说你忙呢 你啥意思吗 真是的 真想拿苍蝇拍子 拍死他 哎算了算了 不说了 这有的人就是这样 反正我就是觉着 要是你年轻貌美的话 真的得注意 被人下了毒 都不知道是谁下的 接了一天 第二天去上班 我看到脸色都惨白惨白 而且我同事每次出去 我上次出去不存在 因为所有我上次 你看到我图像 那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惜的是 他们都去上大学了 那五六个孩子们都走了 现在呢 又来了一大批 我跟他们还不是很熟 然后呢 有两个我比较好的朋友 但是他们的年纪都跟我差不多 他们是不可能出去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出去的 他们就跟我说 他说 哎呀我又不出去 我说我也不出去 就有的时候我们互相串个门上家里去 拉拉拐啊 上他们家 他上我家 我上他家 就这个样 你就觉得和年纪比较相似的吧 反正今天这个事就是对我震惊挺大的 没想到被人偷毒 还不知道是谁偷的 那么黑 插摄像头也插不出来的 你说 你说你当妈妈了 你得 也没法说 就是不幸吧 就是不幸 反正不管走到哪 你只要到大城市 看好你的钱包 你要是看得好好的被人偷走了 那没办法 就和我上次说 有一个视频 我忘了在哪说了 在伦敦 他取钱 被人推了 这怎么回事 取了个三百 在巴克里外边 人巴克里不陪 说你要在里边就陪你了 你在外边发生的抢劫 跟人没关系 那你就叫警察好了 这不才说吗 你真是得千万小心 去取钱 你走路的时候 我说的可能也不对 别吐我 这是我 这是别人都告诉我 你要走路的话呢 尽量有人走你后面呢 你让他走到你前边 这样的话呢 你尽量不要听音乐 就要观察一下 特别是天黑的早的时候 如果开车的朋友们呢 一到车上 记着锁车门 再一个呢 你跑到这个酒吧呀 它是个夜总会 它不是酒吧 叫night club 应该是夜总会吧 你一定就是说 喝不了就扔了 直接扔了 再买新的 哎呀 反正是 就是这么几点 真的觉得国外也是 在中国可能也有 但是没想到 我同事说 那个酒吧 不止一次发生过 这种情况了 然后我不清楚 就是投了什么毒 就是能喝下去 几分钟的功夫 就是他说的 他说的就是 不能呼吸 然后啪唧 倒在地上 这是什么毒 不是喝醉了吧 喝醉了 不应该上ANE 不应该上那去 然后会不会24小时 就排着尿液 又排出来了 我又不清楚 反正他说 他不能呼吸 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我就觉得挺可怕的 然后跟我同事 今天聊天比较好的 他说我同事几个 还知道有吸毒的 我真的看着他们不像 一个女孩 长得也是很好看 就当然也不是说 怎么说呢 我就没想到 他能吸毒 我就说句心里话 真的没想到 虽然有的国家吸毒 是合法的 我不知道英国 合不合法 这个我没调查 但是我挺吃惊的 这么一听 反正自己 又发生了这个事呢 觉得挺震惊的 又和大家在这 胡说八道了 这不又在这 就是发生了 这么一件大事 总之 还是尽量的看好自己吧 在你如果没有尽量 没有尽量看好 自己的情况下 发生了 下次争取 就不要再发生 那万一死了怎么办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次通 他说 他就很害怕自己死了 那你就不要再出去了 你说 你出去 你每次都喝醉 也不是很年轻的 你得保护一下身体 而且你是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 我那个同事就说 他说 你家他两个孩子的妈妈 结果给他老公打电话 让他上医院 老公也喝得醉醺醺的 也不在家里 他可能等着孩子睡了觉 小孩可能睡觉比较早吧 他九点再出去clubbing 然后那孩子睡着 第二天没有人看孩子 他在医院急诊室 他老公也喝得醉醺醺 他得让他爸爸妈妈去看孩子 所以说呢 千万别有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比较好 算着 算着千万别有事 有了事孩子倒霉 孩子自己家人倒霉 就是免费的 你看他那天晚上倒是一分钱也没花 这个同事买酒 那个同事给他买酒 主要是当领导 你看过得多不舒服呀 年轻还行啊 你有体格去消磨去消瘦 四十多岁的就成了中年了 就你消瘦不起 再来一次真的身体就垮了 几点了 十点半了 就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呢 让我感慨挺深的 又在这说 并不是说要跟大家说 你去酒吧你看好 因为有些东西很不幸 就好像走着走着 啪唧一个花会掉 很不幸 像他这个吧 就是不幸 也没法尽量避免 就是这种地方 要叫我的话吧 我可能也不懂得生活 我不喜欢去 我也不会去 尽量不去 我要去的话 我就看着自己那杯水 我一般都是喝酒 从来不离开自己的视线 有的时候还帮同事看 这么说的话 还不能帮同事看了 万一有人跟我打叉 看到我同事哪个长得漂亮 给他吓了以后 人家到底以为我给看着 结果喝了以后 说不定还以为我给吓的呢 反正是挺可怕的 要真让我看着 我得目不转睛 得给他弄个圈圈 就给他算我空似的 弄个金箍棒 画着 这是我的地方 谁也别想动我们的酒水 我得是这种感觉 我得是这种感觉 反正你只要托付给我 我答应了 我就得给你好好看着 我上厕所都得带着 这我才说嘛 所以说你要托付给我 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 我认为 因为我不会 尽量做到目不转睛吧 要真是 真是趁我不注意 那我那就没得说了 真的挺可怕的这件事 是吧 可怕吧兄 可怕吧兄 咱不去那种地方 是吧 咱不去 就在家待着 主要是挺吵 我不喝酒 不喝酒 第二天我跟你说 我都头疼半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声音特别吵 我去的还是酒吧 他们酒吧完了以后呢 就跳舞去的那种地方 哎呦妈呀 怎么受得了吧 你说 也可能是年纪 稍微上年纪 二十几岁的话 青春活力的 你上了年纪的话 尽量还是 蹦跋不起 折腾不起 感觉像秋后的骂蚂 折腾不了几天 这能不起 OK今天就说到这吧 咱们下次再见 反正还是在国外也好 国内也好 特别是女孩子吧 你得注意 注意保护 尽量吧 尽量的保护 尽量保护好自己 OK